嘴巴可以张到180度的蚂蚁 你见过吗 今天安排上 为了方便观察 两只山大翅蒙蚁就位 这两只蚂蚁来自同一窝 所以它们在互相交换了气味之后 就意识到这是自己人 这种蚂蚁叫山大翅蒙蚁 嘴巴上长着两个巨大的鳄 是它名字的由来 山大翅蚂蚁体型巨大 它的腿还有触脚都接近身体的长度 再加上它嘴巴上那两只一张一合的大鳄 看起来野性十足 在遇到危险时 山大翅蒙蚁会180度的张开它的双鳄 然后凶狠的攻击猎物 并且山大翅蒙蚁腹部有伪针 也就是毒刺 这也是它的攻击手段之一 下面我们做一个展示 投掷一个面包虫 看到没瞬间被咬破 我们慢放十倍 来感受一下山大翅的速度 慢放了十倍 但是它的攻击速度在我看来依然非常的快 而且攻击力绝对十足 我们给出一个完整的战斗过程看一下 山大翅用它的大鳄夹住了面包虫 面包虫的死亡翻滚 在它看来并没有什么用 然后用它的腹部的伪针刺入面包虫 注射毒液 所有招式如行云流水 朝朝致命 这就是山大翅蒙蚁 天生的猎手 创作不易 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你们的点赞评论关注 是我所有的动力 下期见